有一位地證人員站在第五十一格 而後果是非常之嚴重 因為他會等你去第五格 開始我們想做一些活動出來作宣傳 有人說不如拿康樂企駕駕駛 我在電腦前面 我真的刻在眼睛 去考慮我又步入三代 那時外面他們售票的位置 他們會有時放了一個帳篷 在我買賣賣賣賣 我從那裡經過 我會進去那個酒吧那裏 賺錢去拿飲品 之後一路可能去到他後面 聽到的位置 在台前面 我會遇到的物件和人 那些角色的姿勢其實全部是沒有變 可能他原本是坐著摩天輪的地方 之後我就偷了他在精品簿後面 就說他是在賣精品 或者他原本是舉起一隻手 不知道在扔球的 我就撿了一張 他寫著Rock Show的一張紙 我就說他是在排全單 有一件事我不放下去不行的 就是有一位地證人員 站在第51格 而那個後果是非常嚴重的 因為他會回到第一格 我花了大概三個月去做這副棋 其實一路整完之後 就雪藏了很久 因為那時HA三代已經接近他的美性 不如出這副東西出來 讓大家記起這個 我曾經出現過很多次的地方 就是我自己很有感情 對這個地方 我第一次去是23、24歲 其實我本身很乖 我一去到 你知道那裏有整場黑漆漆 我未去到一個很underground的地方 尤其是在香港 之後我就覺得那裏有些格格不入 其實我最初 但是經過了很多年 就是我又有在那裏看很多秀 又在那裏演出過很多次 之後就慢慢那裏變成一個家 其實最近除了HA之外 我也知道有很多其他地方 都可能會有麻煩 如果沒有這些地方 那Performance去哪裏呢 是不是要想看秀的又去哪裏呢 其實四代真的做得非常漂亮 我當然希望他可以 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